桃园市巴德区八块错民俗艺术村展出首档的特展 由瓦座大师廖文蜜以及木座大师游离海 两位桃园的人间国宝来展出 让民众近距离就可以欣赏到大师的作品 而文化局又希望透过长达了六个月的特展 来推广在地闽南传统文化 八块错艺术民俗村举办特展 首档以宫庙为主题 邀请两位桃园人间国宝泥座大师廖文蜜 以及木座大师游离海的经典创作 让民众可以近距离欣赏 那人间国宝呢 我们知道是在文化部里面 它是属于国家级的 然后去登陆我们这一个传统民俗记忆 或者是一些手工艺的部分 那这一次呢 我们在桃园呢 有两位大师 一位是我们的游离海老师 那一位是廖文蜜老师 游离海以传统系木座公艺文明 这五件景观系列作品 是他在旅游时 所看见的山岩壮壁 及雄伟美景为灵感雕刻而成 其中敏世木座融合了西式雕刻 也是一大看点 那老师呢 他是属于做头罪 早期盖房子做头罪的那个大师 那老师呢 他其实也很厉害 从年轻 然后一直到老的过程当中 不是只有在我们台湾 也到日本去参与他们的那个建筑 所以呢 就是非常难得珍贵 摆放在橱窗里的瓦座工具与书籍 是廖文蜜早期改宫庙所使用的器具 让民众更贴近国宝大师的工作日常 我们这两位大师 尤其是国宝籍的 非常的荣幸 参观的民众呢 也非常的 只要是身为我们桃园人 能够有这一些木雕啊 或者是寺庙的建筑啊 都感到非常的惊讶 八块错民俗艺术村 邀请桃园两位国宝大师为首档特展 利用艺术村展间摆设 让民众认识闽南传统艺术 新年春节假期 不妨安排一趟艺文之旅 到八块错走走逛逛 欣赏大师作品 谢谢大家